有这些病有的时候不发动 有的时候发动 这个发动是硕硕的发动 或有许时住在肾中 就是先 先几个小时 你吃的饮食 住在身体里面没有消化 这是有问题 住在肾中 或被蛇邪 或者是这个人 被蛇咬了 被这个邪 或者摆住 或者是油烟 之所折士 被他的毒 伤害到了 或为淫非淫 非淫就是鬼神 之所逼脑 又不能得 一丝卧具病原医药 寄予时具 这个为淫所逼脑 我们这个世界上应该也是常见的事情 非淫的比脑这件事 我多说几句 淫和非淫的关系 就和淫 淫和淫的关系相似 就是你和淫来往 有的时候 这个淫彼此间的关系 是个朋友的关系 彼此间变成个怨家的关系 淫和鬼神也是这样子 淫和鬼神的关系 也是各式各种各式各样的情形 就是淫死了 淫死了 不一定是做鬼 但是多数是做鬼了 就按佛教的道理 就是淫果 要是常常的修禅定 你得到了预解定 或者是未到地定 那么你死掉了 你不可能来做淫的 就一定在预解天 在这个范围内也受果报 当然这果报超过了淫的境界 要是你能够修禅定 成就了舍戒四禅 那死掉了的时候 就升到舍戒天去了 成就了无舍戒定 那么就升到无舍戒天去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 修禅定的人 在现在的情形看不是很多 所以升到舍戒天 升到无舍戒天的人 不是很多的 但是念阿弥陀佛的人 在汉文佛教来说 念阿弥陀佛的人应该是多 但是能往生阿弥陀佛国的 可能是有 但是懈怠不精进的 恐怕不能往生 不能往生 那就是还是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 如果你要是常修善善法 你的心良善 那么多数还是来到严谔 那么要是能修善善法 那么可能是到欲阶的地居天 有可能到地居天 有可能到地居天 如果这个人呢 有的时候也做善 有的时候也做恶 如果你做善的时候 你那个心的成分呢 不如做恶的时候力量大 要这样的人 虽然也做善也做恶 那有可能也到善恶道去 因为你做恶的时候 你心用力的力量大 你做善的时候力量小 那个恶的力量 大过你的善的力量 临命中的时候 就睡恶也去了 多数这样子 所以人有可能啊 多数去做鬼了 做鬼了在人的时候啊 你们是朋友 他追过以后 他还是和你是朋友 还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啊 这个亲 这些亲属啊 和我们的关系一样 和你的关系好 他做了鬼神的时候 他说叔叔还是会帮助你 如果你和他是怨家呢 他要做鬼神的时候 有可能就找你麻烦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佛教徒啊 你要能够多静坐 多读经 你有一点佛法的气氛 有佛法的功德 如果在你身口意上 常常的现行的话呢 还有佛法善神 还有佛法善神 这里面就有事情了 就是恶神通 你是怨家的鬼神呢 想要找你麻烦 而这些善神 会保护你一下 保护但是问题啊 他也不是周一二四小时 常保护你的 他有时候就是另外有事情的 鬼神也是一样 也有事情的 事情那么那个 你的怨家的鬼神 就可以有机会找你麻烦的 但是你要是功 你在佛法里面有功德啊 我们大概的说法 我们分两类 大概的说法 谁也是除了家 不学习佛法 愿意多做散乱的善事 那么你的这个护士 你的这些鬼神呢 也就属于这一类 要是你能学习经论呢 能够多少地啊 能通到第一地的话 那就佛菩萨会有加持力 那就不同了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的 昨天那位居士告诉我 不要说的太明白 我现在还是不能改变我的想法 还是明白的讲好 就是我们不愿意啊 深入地学习佛法 小小地学习一点啊 就好了 对于第一地这件事 我们不愿意去用心 不愿意用心呢 你的你在佛法里面 学的善法有钱多 钱 钱的时候佛菩萨也愿意保护 爱护你 愿意善呼 你看 金刚听说善呼念诸佛菩萨 善呼诸佛菩萨 善呼诸佛菩萨 但是那个世心菩萨的 《金刚阿波尔论》他怎么解释的 我看你们应该知道吧 他说啊 就是菩萨 魅德圣道的菩萨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资良位的菩萨 一种是假行位的菩萨 这个资良位的菩萨啊 就是还没能够调拂烦恼 在佛法里面呢 也愿意做功德好 但是不能调拂烦恼 他那时随时会活动 这是初开始的初发心菩萨 是属于善呼念诸佛菩萨 就是佛菩萨呼念这个菩萨 而不是说初发心菩萨 他不说那个啊 那么从这里看出来啊 我们和鬼神的关系 这当然是单独指佛教徒 那我们在佛法里面肯用功的程度的深浅 你所得到的护法 也就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不一样 这样讲应该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这里面说 或为淫非淫之所彼老 就会有这些事情 我将才说啊 当然是和鬼神的关系 是在淫的时候 淫与淫 这个时候造成的这种因缘 他做了鬼神以后 他来找你麻烦或者是保护你以后 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 你比如说现在这寺庙里边 供的这个功德堂 供的鬼 供的死去的人的牌味 那这些死去的人也是一样 就这样才说的 也可能他是 他就是 他是鬼神 他是鬼神的时候 你要是 常常的啊 念佛或者念经啊 做很多很多的功德 祝福他 那他可能他就是你的朋友 他就是你的朋友 但是你要是对他有所轻视毁虏啊 那就变成冤家 那就是现在造成的 不是说在淫的时候 他现在做鬼神的时候 你又除脑他 除了他就有问题 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要是走到这坟墓的地方去啊 你最好也是念佛啊 或者是念经啊 也是祝福一下 不要轻视鬼神 不要轻慢毁虏鬼神 就是和淫一样关系 你对一个淫呢 你也都要有礼貌 你不要对他没有礼貌 轻视他 你毁虏他 就是有问题了啊 所以这上面说 或为淫非淫之所彼恼 为什么他来彼恼我们 就是我们以前得罪给他了啊 就是有这样的事情 又不能得医师 又不能得医师 医师 卧具 我对眼界有问题啊 医师 卧具 病原医药 寄予食具 你得不到这些生活所需啊 如是等类啊 应之一切 明家行障 你想要努力去静坐 就有这些事情来障碍你 好 如声文帝说 这些事情在声文帝有讲 灵本二十五卷十一页 此中种种应如是之 这里说 九 虽无此时 也有为他种种障碍生起过失 那就是这个意思啊 此中种种应该这样应词 十 虽无此时 也有于寒热等苦 不能开饮过失 没有前面这个过失 但是啊 对于寒热的灯孔 你不能忍受 不能忍受啊 你对于静坐也就有问题 也影响你静坐 但是现在的人呢 在房子里面有暖气的设备啊 那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也有人呢 又怕热吧 又怕暖气 又怕冷气 这个就有问题 你要不能忍受这一点 你也对于静坐也有影响的 此一虽无此时 也有慢会过故 所以这个人呢 有高慢心 老是瞧不起别人 很容易愤怒 这个你对于你静坐也有问题 不能领受教诲过失 你高慢心太强啊 你就不能领受别人的教诲 那你对于静坐的知识 就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 你不知道呢 你缺少了对于静坐的意识 看那批询医 也有慢会过故等者 我也有慢会不信顺他 因为你有慢有会 对他人就不相信 不相信这个人能教授我 那么也不随顺他人的意思 有时不能够领受教诲 十二 谁无此时也有余教颠倒实为过失 没有慢会 所以没有这个过失 可是 也有余教 对于那个人的教授 你颠倒的实为过失 那就搞错了 也是对于静坐有障碍 看那批询医 也有余教颠倒实为过失者 为余殷勤教诲方便次第 那个殷勤教诲方便次第 那个老师他很慈悲 殷勤地教诲你静坐的方法 静坐的次第 不如所说正修加行 但是你不能随顺他所说的 努力地修小去静坐去 基于诸法过患功德 不如所说善取其相故 那个老师教授我们 怎么做 这么样做是有过患的 你这样做是有功德的 但是我们不听他的话 不能够善巧地 灵结他的正义 这样子也会有问题 十三 谁无此时也有所受教有妄念的过失 记忆力不好都忘记了 十四 谁无此时也有在家出家杂住的过失 这是前面曾经讲过 十五 谁无此时也有受用五十相应的卧具的过失 五十相应卧具 怎么讲呢 这些样子如神文帝当说 神文 现在是修士成帝 在神文帝之前 他是这一段文在修士成帝之后 所以叫做当说 下面看批语记 也有受用五十相应卧具的过失等者 如下说言 出所不随顺性 就是 你是发心 修禅定的 修止观的 但是你住的这个地方 不随顺你这件事 所以出所不随顺性 四名受用五十相应卧具 就是这个意思 有五种过失 障碍你用功修行的 神文帝说 神文帝说怎么说的呢 处所圆满 略有五种 翻笔后边那四种 应之五十相应 这个五种过失 是哪五种的 或于咒份多诸宣逸 就是白天的时候 这个地方宣闹 很多放逸的事情 那你在这里静坐 就受影响 于咒份中多文盲等 众苦所处 于夜份中 夜间的时候 不管你是静坐也好 你是睡觉也好 很多的文从来除脑你 众苦所处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这是第二 第三个是什么事情 你又多不畏多诸摘利 知具可多诸摘利 就是很多恐怖的事情 你像这个大地震 也是个麻烦事儿 或者大风大雨啊 这些事情太过头了啊 也是 也是个事情 这是 这是第三个 是重具匮乏 不可爱药 人呢 我们魅得圣道的人呢 有的时候 有些需要的事情 需要的物品 都缺少 那也是个问题 恶有奢侈 无诸善有 你有一些恶朋友 是你的朋友 但这个人很恶 他来威胁你 那也是问题 你没有好朋友 这是第五个 诸如是等明著处障 这五世相应握具过诸就是这么解释 十六 谁无此时 言于远离处啊 不守护诸根故 有不正寻识过诸 谁也没有前面说的这个过诸啊 言于远离 这个寂静的地方 寂静的地方 就是没有妨碍你用功的事情啊 但是你自己的内心呢 不守护诸根 你不能用如理作义啊 守护你的眼耳鼻的身意啊 有不正寻识的过诸 就是虚妄分别啊 引起很多烦恼啊 这样子也不能啊 能够 也不能静坐了 好 十七 谁无此时啊 言由时不平等故 有身沉重 无所 无所堪能的过诸 你吃的东西啊 不平等 就和你的身体不适合 就是不能消化了啊 所以身体感觉沉重 无所堪能就不能够静坐 做什么事情做不来 有这种过词 十八 虽无此时 言性多睡眠 我们的这个这个性格啊 欢喜多睡觉 有多睡眠 虽烦恼现行过时 多睡眠呢 也是这种烦恼啊 又是虽顺呢 不如理作义 也引起很多烦恼 我们从经论上佛菩萨的法语看出来 很多的事情啊 你要如理作义 就没有烦恼 心里面就有很多的功德 你要如理作义 要不如理作义啊 就引起很多烦恼 为什么会如理作义 为什么会不如理作义 就在乎你的智慧 在乎 所以那个人现在正在骂我们 但是你现在如理作义 心就没有烦恼 所以那人在赞叹我们 但是你要不如理作义 这个人呢 表面是赞叹我 实在是在骂我 你一定要不如理作义 引起很多很多烦恼 所以这个随烦恼现行的过失 这个看批询记 有多睡眠随烦恼现行过失 在这里这个文呢 睡眠就是烦恼 是这样的意思 沙漠西多地说 顺身烦恼 坏断加行 就是这个不如理作义 不如理作义 你随顺这个不如理作义 就会起烦恼 烦恼起来了 有什么事情呢 坏断加行 就破坏了 我们静坐的事情 就不能静坐了 每日我们在静坐的时候 你已经盘腿静坐了 你要是一直地修消摄魔陀 这个昏尘来了 就随着就去 那就不能够 你不能够把这个昏尘破出去 不能破出去 要是你修这个披补手那观的 披补手那观的思维的 就能把昏尘破出去 这也是在乎你怎么样运用 这上面说 坏断加行是昏尘性 心机魅料是睡门性 就是顺身烦恼 坏断加行 心机魅料是睡门性 心机魅料 心里面 它不能够去分别 所缘境 无常苦空无恶 不能分别 那就是魅料性 这样子就变成睡眠了 灵本四一卷四叶 唯彼残遥 发生出众 发心出众 明读睡眠 随烦恼 现行故事 我们不能够 破出去这种烦恼 就是为这些烦恼所残遥 发生出众 身体有问题 这些问题 就是要睡眠 发生个心的初衷 也要睡眠 那么叫做 明读睡眠 随烦恼 现行的过失 十九 虽无此时 言不先修行 奢摩托品固 于内心 济子远离中 有不心要过失 这是第十九意 第十九种 谁无 谁也没有前面所说的故事 言不先修行奢摩托 就是以前呢 我没有这样做过 我没有去净做过 没有修行奢摩托 这一类的善法 于内心济子 远离中 就是 什么叫做舍摩托呢 就是内心济子 内心里边 把一切的妄想 雜念都停下来 就济子 远离一切希望分别 这叫内心济子 叫做舍摩托品 因为我以前没有做过这件事 忽然间呢 要做这件事 他不习惯 所以心里面不欢喜 有不心要过 心里不欢喜 那也就是有一点障碍 二时谁无此时 言先不修行披托舍托品的故 我以前没有这样修过 就是啊 这里说披托舍托品 就是如理作义 如经论里边呢 所说的道理啊 你去思维观察 当然呢 按照次第来说呢 先应该学习过 明白那件事 比如说是 假命案例的一些法 都是毕竟空的 就这句话 这句话应该是学习过 心里面才能理解 然后你在寂静处 经行 或者是坐在那里 专精示威 这也可以名字为批不舍诺 但是我以前没有做过这件事 言先不修行披托舍托固 我以前也学习佛法 但是我没有去专精思维过 与真上慧法 批不舍诺 如是观众 有不信要过是 真上慧法 这个智慧啊 是有强大的力量的 比如说我们原先呢 学习佛法 从文字上去听音讲解过 自己也读过 那这也是一种智慧 但是你没有能专精思维 没有进一步的 这个诗所成慧 你没有这样训练过 这样的诗所成慧 是与真上慧法 这个真上慧就是法 就是真上慧法 批不舍诺 翻到中国话就是观 也就是内心的观察 如实观中 这个批不舍诺 就是如实观 这如实观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按照那件事的真实性去观察 比如说我们呢 我们不消息佛法 或者学习佛法 而没能够有诗所成慧 修所成慧的这种音 就是这个如实观是没有 没有如实观 什么叫没有如实观 我这样才说过 这个人现在在贵赂我 贵赂我 那我的反应 我立刻就是愤怒 就是你不可以贵赂我 你贵赂我 我就贵赂你 我们的反应就是这样子 这叫做不如实观 要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 佛法告诉我们 要如实观 如实观 因为我们没有明白佛法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没有佛法的思想 那么要是学习佛法之后 你要通过文所成慧 有诗所成慧以后 你心里面有佛法的思想 有佛法思想 也是遇见那些不如理的 不顺心的 这些苦恼境界的时候 你会按照佛法的道理 去观察思维 佛法说 我一切有佛法 如梦欢抛影 如露雨如电 影作如实观 现在有人毁了我们 种种的苦恼我们的事情 我们观察这是如梦 这是有而不真实 这是一个观法 再进一步观 观察这都是音乐说什么 我说就是空 这样子观察它是如梦 观察它是毕竟空 叫如实观 就是如实观 这是佛教徒啊 学习佛法以后 就是由了文所成慧之后 我们在学习思所成慧 修事成慧之后 就会有这个境界 有这个境界 这叫如实观 就是我们原来的时候 不能如实观 就随身凡夫地 希望分别 去贪嗔痴起来了 贪心在活动 秤心在活动 就是愚慈在活动 那都不是如实观 现在是 学习佛法之后 应该做这件事 应该如实观 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这件事 有不信要过失 你要这样做 心里面就是不顺 就是不欢喜 这样子 这是最后一个 二十种过失中最后的一个 最后这是两种 这两种过失 这两种过失 我看只要是 只有一点佛法 在佛法上 只消消有点文所成慧 还不具如 还是不具如的 消消有点文所成慧的 都有这种过失的 这是把这个二十种过失说完了 这是把这个二十种过失说完了 如是二十种法 是什么托托托托托品 正的心意净性之所对质 这二十种 这是总结这一段文 这二十种是 是什么托托托托托品 这是学习佛法的人 不管是在家居士和出家内法师 他欢喜学习摄摩托 也欢喜学习托托托 这两种善法 总而言之 他心里面想要成就 心意净性 想要得成定 心呢 住在一个境界这里 我们不修 摄摩托托托托托托的人 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所缘境 思维这件事 思维了大概有三十秒吧 或者是一分钟 又去想第二件事 又去想第三件事 就是很多 就是希望分别这样境界 现在学习佛禅定的人 不是 学习佛禅定的人 他或者是 他静坐的时候 或者是坐三十分钟 或者是六十分钟 或者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或者多少个小时 他就住在一个境界上 在这里安住不动 所以一静 心在一个境界上 住不动 心一静 那么这就是定 定的意思 修摄摩托的定 修摄摩托定这个地方 也有点分别 也有点差别的 我们初开始修摄摩托 修摄摩托的时候 我们多数是 因缘的四做所缘境 或者是初入习 这是因缘四 或者初入习 就是在地球果风里面 就是风 以风大为所缘境 或者是用光明做所缘境 或者是用水做所缘境 或者一块土 也可以做所缘境 各式各样的所缘境 这些都是因缘四 是因缘的四做所缘境 我们不能一开始的时候 以地一地做所缘境 我们有这种程度 但是你继续以地水火风 做所缘境的时候 同时你也修皮肤手能关 你慢慢地慢慢地 你就可以关第一地 关第一地 这个时候能关的时候 你关第一地是皮肤手挪 但是你修皮肤手挪 时间不可以太久 或者你最多修半小时 或者是修三十分钟 或者是修二十分钟 修五分钟 然后还要修指 修车摩托的指 修车摩托的指 这时候这个指 可以自在所关的第一地 但这是你关第一地 你自在第一地 这是相似的 不是真实第一地 真实第一地 那就是圣音 我们不会那么快 你就是得胜到了 所以可以这样学习 所以心移境性 这个移境性 有这样的差别 初开始的时候 我用地水火风 做所缘境 做所缘境 其实你也选择一种 不可以 呼员间 用初如洗做所缘境 呼员间 用光明做所缘境 呼员间 又是什么所缘境 不可以这样 要选择一种 这样修 等到你在屁股手脑上 有一点进步了 你这个 摄摩托也转变 过来第一地 为所缘境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这是一个进步的现象 所以是 是摄摩托 批我所挪品 正得心移境性 之所对治 前边这二十种过时 是学习 摄摩托 批我所挪 正得心移境性 的这个禅食 他应该消除这二十种过时 他要做这个事情的 要此二十种所对治法 略有四象 略有四象 于所生其三么地中 看能为障 这下面是第二颗 显障音 第一颗 前面是二十种过时 现在显障碍的音源 为什么有这种障呢 三颗 第一颗是标 就是标出来数目 由此二十种所对治的过时法 略简料地说 有四象 有四种事 于所生其三么地中 看能为障 你努力地学习 生其三么地 得了定的时候 他能做障碍 有四种 这是标 何等为四 第二个是正 下边是第三个是列 依于三么地方便 不善巧故 第一个呢 就是对于 三么地的法门 你不善巧 你没有 善巧是智慧 就是没有智慧明白这件事 你不知道 不明白这件事 那这也是个障碍 是个原因 而于一切修订方便 全无加行过 说说我学习了很多 我在佛学院里 小了一百年了 我知道这件事 于一切修订的方便 的方法 全无加行 但是完全没有去用功 学是学了 但是没有静坐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 你这样还是还有困难 三颠倒加行过 第三个呢 我也是 我不是没有静坐 我有静坐 我也盘上腿 我能盘上腿 我一开 一坐能坐八个钟头 但是你内心干什么 颠倒加行过 和德禅定相反的 相违反德禅定的方法 搞错了 那就是颠倒加行过 就错误 我们呢 从这些 这些经论上看一件事 看出一件事 看出什么事呢 比如说是 我们通常说 要修书习惯 我就拿这个做例子 很 我们看这个经论上 也的确是这么说 的确是这么说 当然是的 但是你要这样做 有可能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你常常修书习惯呢 你这个注意力在头部 它就容易上火 这火就上来了 上来以后怎么样呢 就是头疼 头昏脑脏 或者是牙疼 或者是喉咙疼 或者眼睛疼 就是火上来了 所以你这样 你还要继续的 你要不知道 你继续这样做 那这个困难越来越厉害 因为太严重了 你不知道改变 可以变成个神经病 如果这人着魔了 其实没着魔 我继续 darauf 最后又来 接下来 这位好 是什么 我零 那我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